杀人喝着咖啡如同家常便饭 刘海盖着眼睛却丝毫不影响发挥 出手利落枪枪抱头 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 正常弹容量为七发 很多影视片出现的槽点就是子弹怎么也打过来 看到韩国最火男人张鹤主演的《非诚勺》 中途合理的换弹架 各种格斗技巧打的也相当专业 阿哲曾是一名顶级杀手 现在退影江湖和女友过着二人小事件 这一天 女友要和姐姐出去游玩 要阿哲帮她照顾姐姐17岁的女儿影机三个星期 女友的命令阿哲别无选择 但是他们不知道 就是因为影机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17岁青春期一个鲁莽的年龄 成年人的体格孩子的大脑 一个还不能控制自己不成熟的人 开到半路 影机说要在同学家过夜 这也正和阿哲的意还给了影机印记资金 到别人家买点礼物是礼貌的 正要离开时 看到影机他们坐上了别人的摩托车 这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吧 阿哲也没在意 开到红绿灯的街道时 看到一旁被酒精麻醉的妙龄女子 无人陪伴还被陌生人拍照 这让阿哲的心头有一种不祥之感 女友嘱托责任在心 调转车头寻找影机的去处 因为在给影机急用金的时候放进了跟踪器 这让阿哲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落脚点 此时的影机被小混混带进了溜冰场 带头的大姐头逼着两人做陪酒小姐 影机不愿屈服别人的侮辱 大姐头刚要动手 被赶来的阿哲及时制止 看到闯进来的大叔 小卡拉拿刀上去没耍两下 就被三招放倒 毫无吹灰之力解决几人 大姐头还耍阴招 一拳放倒这苦瓜脸 经过这件事 叛逆的少女收敛了很多 但是对眼前的大叔产生了好奇心 伸手好还住着豪华别墅 这些钱都是从哪里赚的 夜里阿哲带着影机出去散心 被一个警察拦路盘查情况 说有少女在溜冰场被谋杀 影机显得神情慌张 第二天例行检查警察又找上了门 阿哲搪塞几句把警察应付走 这个时候大姐头拿着惠珠的手机 给影机打来了电话 要求一个小时之内把影机送过去 不然他就会用阿哲留下来的那把小刀报警 因为上面全是他的指纹 一个顶级杀手 岂会被一个女人吓到 打开工具箱拿出手腕定位器 他让影机留在家中 找到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拿回凶器 韩国口音味十足的花一男 看到面前的男人如此嚣张 连瞟都不瞟自己一眼 下令看守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人 让他知道谁是这里的老爸 肥大的臂膀被轻松拿捏 右拳回来顺势化解 两招同时发出 踢得他连自己的小弟都找不到 花一男露出了得意的大惊讶 这点小场面还不为所谓 但是当他继续看到杀手接下来的表演时 愣在原地笑不起来 阿哲来此地就是为了拿回自己的小刀 还不给小刀那就再来一瓶 花一男嘴还硬得很 鲜血顺着胳膊流下 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么残忍的手段 乖乖地把小刀扔给了杀手 花一男拿出手枪想当回一局 阿哲一记小礼飞刀 眼看不是阿哲的对手 两人快速从后门逃跑 阿哲追了过去 不料在这里遇到了高人 这是阿哲和黄毛的第一次交手 很少有人能在阿哲的手里过三招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 却能和阿哲打得难分上下 不断地躲避重机 先摸清对方的招式 看准时机 把对方推向墙面 恰巧被铁器刺伤 阿哲赶回家中 看到地面上的压痕 和被破坏的摄像头 明显影机有过挣扎 这是逼着自己飞出山不可了 面对这样的女人阿哲不肖一骨 她要知道影机的下落 小刀在肉里搅动 电梯门刚打开 就飞来了一把火 这两个街头混混看来是目中无人 今天要教教他们怎么做人 擒住手腕侧脸躲过劈来的斧头 十个回合放倒两人 一斧头劈断大动漫 另外一个人还想跑 踩住脚跟就像劈柴一样砍断右脚 从电梯里出来一群卡拉们 看到这样的情形愣在了原地 接下来沉浸式地体验 杀手阿哲的个人表演 枪枪要害 不看人直接毙命 这就是杀手的冷革无情 面对威胁直接出枪 走出电梯门就察觉到了杀起 躲过刺杀反手一枪 抬手左边再来一个 灯红酒绿的走廊 直接变成了这些卡拉米的鬼门道 不怕死地冲过来 还得去阎王爷那里去报道 出手干净利落 能一枪解决的绝不会开第二枪 一个走廊整整杀了十分钟 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看到逃走的三个卡拉米 阿哲没有放过他们 影机没有找到 必须从他们的口中找到线索 没有一个人回答 先杀一个给他们来的下马威 格子男对着自己的祖坟发誓 只是按照老大吩咐的办事 祖坟也不好使 轮到最后一个 不想这么年轻的就断送了前场 说出自己的老大是留着辫子的男人 但是一些事情不会和他们这些小罗罗商量 刚提到老大的儿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 就有一个小孩从楼上摔落下来 这是阿哲和黄毛的第二次见面 黄毛知道阿哲的来意 竟然直接告诉他影机的下落 因为他知道阿哲很快就会死在这里 但是阿哲并没有恋战 迅速跑上楼 解开绳索 在打斗的过程中 用绳子扣住黄毛的左脚 一脚踹飞黄毛 拿起绳子的另外一端破窗而出 警察卡点跑了出来 这点撞击对于职业杀手来说不算什么 面对这样死缠烂打的警察 阿哲不想解释太多 轻松夺枪 把警察扣在了副驾驶向着码头开局 现在人犯都是这样搞的吗 把人藏在车里 然后通过集装箱运到国外 阿哲看到隐机所在的面包车 猛踩油门撞翻面包车 爬上车顶解决冒头的混混 成功救出了隐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花一男找到了阿哲 他想撞死这个男人暴羞辱之仇 结果车子报废大惊牙地位也不保 既然送上了阿哲就问了他 到底是谁选中了隐机 看到这样连爹娘都不认得嘴脸直接一枪了 拿出花一男的手机 竟然打通了警察的手机 腐败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内部 竟然如此就从这个警察入手 找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这天警察从国际刑警组织朋友那里 得来的机密情报 是俄国人黑手党点名要的遗机 他们会去一个叫普贤珠的酒店房间 还没有走到镜头就看到一人飞身倒地 看见真容 身边的小弟就被一枪毙命 自己还想跑 被一枪打中右腿 真正的联络人打来电话 原来是一个叫猪妈妈的女士 她的幕后还有一个法官为她撑腰 法官对韩国的女孩已经不满意 就通过猪妈妈从俄罗斯黑手党那里交换女孩 韩国人去俄罗斯 俄罗斯人去东南亚 东南亚人再被运到韩国 美其名曰文化交流 地点人物都已知道 这个胖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专业的团队给阿哲料理后事 阿哲要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警察的圈套 法官还在醉生梦死 他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已经死了 所剩无几 黄毛呼叫手下无一人回来 推开手臂对着脑龙就是一枪 裹开黄毛的射击 转身击毙另外一人 警察这是弃暗投明帮助阿哲一起对付黑棒 但当阿哲瞄准前方的时候 警察的枪口却对准了自己 顶级杀手这是失算落水了吗 他跟着警察来到了法官的住处 法官不想看到这个人 让李警探做掉他 李警探一个人带着阿哲出来 准备用阿哲的手枪造成自杀的假象 这些人太高估自己 当出门就被砸掉手枪 一击百拳 然后一个过肩摔放倒在地 不服输 一腿踹飞几米远 几个小啰啰冲了过来 阿哲拿起双棍挽柳李小龙附体 转身灰影之间就把几人摆平 李警探还想把枪搞偷袭 被阿哲及时看破 其实被李警探抓住 是想让他带自己去见法官 送警探上路 对着倒下的卡拉米一一补枪 现在只剩下黄毛一人 这应该是这两人第三次对战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终极对决 长方形攀桌成了他们的枪斗舞台 敲打两下算准时间 近身搏斗 黄毛连发三枪 阵龙阿哲的耳膜占据了优势 打掉了阿哲的手枪 阿哲反情拿扣下了黄毛的手枪 两人打得难减难分 阿哲拿出了小刀 今天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这里 从枪斗变成了拼刀 黄毛体力不知被阿哲推了 但是沙场老将岂能这样倒下 拿起九瓶扔了过去 在两台之间你踹我踹 黄毛被按在桌上摩擦过去 一个九瓶砸得自己神志不清 加上第二个九瓶的重击 战斗力明显不如阿哲 下面就是阿哲的单向输出 有机会拿起手枪却没有子弹 轮到阿哲拿起手枪被打中四枪 潇洒的法官哼着小曲 开门看到这个男人居然还活着 东张西望的还想喊人 硬得不行想用软的来降服杀手 知道背后的猪妈妈是谁后 阿哲毫不犹豫地杀了这个法官 原来一直陷害阿哲的女人 竟然是阿哲女友的姐姐 她惦记上了阿哲的七套房产 借口带阿哲女友出去游玩 把自己17岁的养女留在阿哲的身边 没想到自己的诡计被试过 死在了荒郊野岭之外 专业收拾队收拾残局 阿哲的女友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还在海边拍着照片 没想到自己的男友带着女孩来到了这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